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魚巴 這兩天財經界最主要消息是 美聯儲局維持美元利息在5.5水平 而且聯儲局表示在2024年預計會減3次息 合共75基點 鮑威爾意味著他認為加息週期已經結束 現在的息率會維持一段時間 有分析員認為最快會在2024年3月開始減息 消息宣布後美匯指數隨即下跌 英鎊對美元由1.25升到1.265 對港元由9.83升到9.86 今天是星期四英倫銀行也宣布維持英鎊的息率 英鎊對美元在現在12月14日下午5點報1.276 比聯儲局未宣布維持利率之前升了2% 而對港元現價是9.963 雖然美聯儲局和英倫銀行同樣維持利率不變 但英倫銀行相對說得更保守 Andrew Bailey說 未來打擊通脹還有一段路需要走 而且在委員會中投票 是5對4維持利率在5.25% 即是說其實也有很大比例的委員 認為需要加多0.25利息 再看美國和英國的通脹數據預測 2024年我認為美國有條件減息的時間 是會早過英國 到時如果英國不跟美國減息 英鎊和美元就會擴大息差 不過這只是我個人的看法 停止加息對一般人有什麼影響呢 首先銀行的存款或者定期利息 很可能就不會再加 另外我也發現有些銀行 例如HSBC Expert 已經再沒有之前的一個月定期做 現在最少都是三個月 而房屋按揭的利息 也很可能已經見頂 預計接下來會減息 又對美股有什麼影響呢 BlackRock Americans I Share 投資策略主管 Gagi Choudhury說 現在很可能是加息和減息之間的一個暫停期 即利率不會再加 但又未到時機去減的時候 所以他建議 現在是應該入市買美股 而不是保留現金 或者再做定期 對於他這個說法我很有興趣 但又有沒有實質的數據去支持呢 我看過去30年的數據 總共有4個暫停期可以作為參考 如果我們看由停止加息 到開始減息的回報 4次入面有3次都是升的 分別是升40% 23%和13% 就算在2000年那次 是跌11% 不過當時都是先升上高位 才再跌下去 那今次又怎樣呢 第一次宣布維持息口不變的 是9月20日 之後又升又跌 但到今天12月14日 已經升了8% 現在是4714點 距離上一次的高位 4818點 大概還有100點的距離 那今次是否可以好像之前那幾次 一直升到開始減息的時候 才跌呢 大家就自己判斷了 不過我個人就不會跟這個策略 因為看美國過去經濟蕭條出現的時間 都是停止加息後 6至17個月內出現 美元利息其實是由今年7月底開始停止向上升 到現在就快5個月了 所以我認為2024年美股到頂之後出現轉勢的機會是挺高的 就算這個策略真的可以有利潤 都是有些股頂賺到盡的成份 所以我自己就不會加住 反而留意著什麼時候來搶 不知道大家在英國Join寬頻的時候 有沒有留意到很多Plan 都有個條款是說在合約期內 會跟通脹加價 我家中用Vodafone 它在每年4月都會跟CPI 再加3.9% 即是如果通脹是10%的話 月費會加13.9% 電訊監管機構Ofcom表示 他們擔心這種合約 不可以為客戶提供足夠的確定性 大部分消費者也覺得 這些收費條文太複雜 也不可以讓他們預計到實際支出 Ofcom也表示 他們在今年1月至10月期間 收到超過800個 和合約價格上漲有關的投訴 幾乎是2021年同期收到的數量 OFcom認為服務供應商應該在合約上 寫明價錢是多少 而不是給一個會浮動的價格 所以他們將會建議禁止電訊服務供應商 再去出這些價格和通脹掛勾的合約 現在他們正在做諮詢 有興趣給意見的可以到他們的網站 提供資訊期到2024年2月13日 我會放條link在資訊欄 今集說到這裡 歡迎你like和subscribe小魚巴這個channel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